台湾鱼群做出惊人之举 集体上岸画面十分怪异 真相究竟是什么 俗话说是出反常必有妖 难不成背后还有隐藏原因 2022年8月 台湾东北部的基隆海港出现了罕见萤幕 数百万条鱼儿争相跃出海面 引发了无数网友关注 短短几分钟不到 码头上就挤满了小鱼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鱼群因受到惊吓而跳出海面 我们早已见怪不怪 但数百万条鱼儿集体出动 大家还是头一回见 随着事件的发酵 网友们也纷纷调侃 难道鱼儿也要回归大陆了 其实鱼群主动上岸原因无非三种 繁殖西系就是其中之一 先前深圳就出现过类似情况 大批鱼集体出动逐浪西系 画面十分壮观不说 而且还持续了整整三分钟 鱼属于广延性鱼类 它们既能在深海活动 也能适应淡水生活 沿海禁岸早已成为了它们的常驻栖西系地 每当鱼求偶或者繁殖后代时 它们便会分泌出像兴奋中枢神经那样的物质 因此鱼群也深受影响 变得格外活泼 它们常常追逐打闹也就罢了 而且集体跳出水面也成为了常有的事 除此之外 鱼群迁徙时也会集体出动 鲑鱼虽在淡水里出生 但是每到特定年龄 它们便会顺着河流犹如大海 直到成年之后才会重新回到出生地 在那边定居生活繁衍后代 这一过程听上去虽然非常简单 但其中的艰辛却只有鲑鱼知道 但是返回路程就长达5000多公里 而且它们还需要翻越无数高低的瀑布 因此在翻越之前 鲑鱼就要做好心理准备 并不断调整自己姿势 头朝上尾朝下就是它们惯用的方法 与此同时鲑鱼还需要不停地扭动身体 来提高自身的弹跳鱼 这样才有助于它们一举成功 直接越过瀑布 当然鱼群被其他大鱼追赶时 也会争相跳出海面 为了活命它们只能不停地改变逃跑路线 上岸就是最好的选择 这样不仅有利于它们摆脱大鱼捕食 而且它们还能趁机填饱肚子 水面上的昆虫乃至停留在岸边的青蛙等 都成了鱼群的盘中餐 说到这儿就有人疑惑了 难道鱼群不会出现被动上岸的情况吗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每当受到天气影响或者是水质变化时 鱼群便会集体出动 发生应急跳跃更是常有的事 先前大明湖畔就出现过类似情况 短短几分钟 就有20多条鱼争相跳入游船 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因为济南连下了几天暴雨 当地的水温受到了严重影响不说 而且气压和湿度也有了异常 水中含氧率极低 面对这一情况 鱼群怎能不会害怕 只能接连跳上游船 毕竟保命要紧 那么话说回来 基隆海挡的数万条鱼儿集体跃出海面 难道也是气候原因 其实专家早已给出了肯定回答 跳上码头的这批鱼儿都是我们熟悉的青龄鱼 每年的七八月份都是青龄鱼的盛产时期 数量非常庞大 而且青龄鱼还有着很好的去光性 每到夜晚 它们便会顺着码头的灯光接连上岸 因此才会出现数万条鱼儿集体跳跃的壮观 除此之外 当台风来临时 鱼群也会做出应急措施 只要察觉到情况不对 它们就会找地方躲起来生活 而码头就是它们最好的选择 但奈何青龄鱼生性胆小 极容易受到惊吓 每当渔船出洞时 它们便会产生连锁反应 纷纷跳上码头 虽然大量鱼群集体上岸的画面十分怪异 但网友们也表示存在集合里 毕竟鱼群也是很有灵性的 之前就已经得到了验证 1997年 马尔维奈斯群岛就出现了300头鲸鱼集体搁浅的现象 专家们经研究一致认为 这是太阳黑子强烈活动所引发的磁场异常 此次的地磁暴不仅严重干扰了鲸鱼的回升定位系统 而且还导致它们方向迷失 纷纷上岸 因此每当鱼群集体活动时都会引起当地重视 说到这儿就有人疑惑了 难道自然灾害发生之前真的会有预兆吗 其实我国的唐山大地震就印证了这一猜想 在地震发生的前两天 距离唐山200多公里的延庆侧羽雷达和空军雷达 就都勘测出一种奇怪的电磁波 果不其然 不久唐山就发生了地震 导致数万人流离失所 由此可见自然灾害在来临前真的会有预兆 所以鱼群集体上岸也必须引起当地的高度重视 争取将损失降到最低 你们还知道那些洞可以预测自然灾害的动物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并给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